列王记下第十七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列王记下九章一到三十七节 耶护的刀 先知以丽莎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吩咐他说 你束上腰 手拿这瓶膏油往激烈地拉末去 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护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将瓶里的膏油 倒在他头上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说完了就开门逃跑 不要迟言 于是那少年先知 往激烈地拉末去了 到了那里 看见众军长都坐着 就说 将军啊 我有话对你说 耶护说 我们众人里 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回答说 将军啊 我要对你说 耶护就起来 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膏油 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 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 你主人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 生我仆人众先知 和耶和华 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雅哈全家 必都灭亡 凡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是困住的 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减除 使雅哈的家 像尼巴儿子 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雅西亚儿子 巴沙的家 耶洗别 必在耶斯列田里 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护出来 回到他主人的 臣仆那里 有一人问他说 平安吗 这狂妄的人来 见你有什么事呢 回答说 你们认得那人 也知道他说什么 他们说 这是假话 你据实地告诉我们 回答说 他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他们就急忙各将 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 使耶护坐在旗上 他们吹脚说 耶护坐王了 这样 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 耶护背叛约兰 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 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 把守激烈的拉末 但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 所受的伤 耶护说 若和你们的意思 就不容人逃出城 往耶色列报信去 于是耶护坐车往耶色列去 因为约兰并卧在那里 犹大王亚哈谢 已经下去看望他 有一个守望的人 站在耶色列的楼上 看见耶护带着一群人来 就说 我看见一群人 约兰说 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 问说平安不平安 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护说 王问说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不回来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 王问说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 车赶得甚猛 像宁氏的孙子耶护的赶法 约兰吩咐说 套车 人就给他套车 以色列王约兰和尤大王亚哈谢 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护 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 约兰见耶护就说 耶护啊平安吗 耶护说 你母亲耶喜别的隐形邪术这样多 也能平安呢 约兰就转车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 反了 耶护开满了弓 射中约兰的脊背 剑从心窝传出 约兰就扑倒在车上 耶护对他的军长毕甲说 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拨的田间 你当追祥 你我一同坐车 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 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 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 和他种子的血 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把他抛在这田间 犹大王亚哈谢 见这光景 就从园亭之路逃跑 耶护追赶他说 把这人也杀在车上 到了靠近 以柏连的孤尔坡上 急伤了他 他逃到米吉多 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用车 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 他自己的坟墓里 与他列祖统葬 亚哈谢登基座 尤大王的时候 是在亚哈的儿子 约兰帝十一年 耶护到了耶斯列 耶喜别听见就擦粉书头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耶护进门的时候 耶喜别说 杀主人的心力啊 平安吗 耶护抬头向窗户观看 说 谁顺从我 有两三个太监 从窗户往外看他 耶护说 把他扔下来 他们就把他扔下来 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 于是把他践踏了 耶护进去吃了喝了 吩咐说 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 因为她是王的女儿 他们就去葬埋他 只寻得他的头骨和脚 并首长 他们回去告诉耶护 耶护说 这正应验 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说 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 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首 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 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喜别 当先知以利亚 藏在山洞中躲避耶喜别 神命令她做三件事 高哈学做亚兰王 高耶护做以色列王 并高以利沙为先知 神说 将来躲避哈学之刀的 必为耶护所杀 躲避耶护之刀的 必为以利沙所杀 刀 在这段经文中 是审判的意思 神以哈学的刀 作为外患 为的是要对付 以色列的淫乱与败坏 神要借着耶护的刀 审判亚哈一家 将他们灭绝 愿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 学习属灵的功课 恶人没有平安 以利沙差遣一名少年先知 将膏油倒在 君长耶护的头上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主人 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喜别身上 生我仆人众先知 和耶和华一切 仆人流血的冤 耶护被少年先知 高丽为王之后 就往耶斯列去 成就神的心意 以色列王约兰 因为与亚兰王哈学征战 受了伤而卧病在床 由道王 雅哈谢下去看望他 耶护运用谋略 又使约兰和雅哈谢 一同套车前来迎接他 后来约兰在气球 平安不平安的过程中 被耶护射杀 雅哈谢也连带 被急伤致死 而耶喜别 被人从窗户扔下 血溅墙上 最终肆无全事 神的磨磨得慢 却磨得喜 当一个人心中无神 自然就目中无人 为所欲为 圣经如此评价雅哈 从来没有像雅哈的 因他自卖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 耶喜别的耸动 行了最可憎恶的事 信从偶像 善恶到头终有报 耶哈的自卖 喊耶喜别的 银行邪书这样多 怎能享受 唯独神能给予的平安 因此 神就借着耶护的刀 向他们施行审判 这阵应验耶和华 借他仆人 提比斯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说 在耶斯列田间 狗必吃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首 必在耶斯列田间 如同粪土 甚至人不能说 这是耶喜别 愿亚哈和耶喜别的结局 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解 愿我们一生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世 直到那日得着他的称赞 哦主 愿你的话如同真理的刀 又像两刃的利剑刺透 破开我的心肠肺腑 求你自我敬畏你的心 好能在审判的时候 在你的宝血里 得蒙怜悯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哦主啊 是的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主啊 是的时候到了 你快要来了 主啊让我能够预备好 来迎接你的日子 让我能够面对你的审判 阿们 主啊 是的让我们能够来面对你的审判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时候到了 如今就是 主啊 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 有一颗警醒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主 我们要有一颗警醒的心 知道主 末世的时候 即将来到 主帮助我们坚定地信靠你 装备我们面对更大的考验 更大的试探 主让我们需要接受 你在地上一切的审判 主啊 是的让我们能够接受 你在地上一切的审判 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主啊 我们是你的家人 是你自己所爱的 主教导我们 怎么样来面对你的审判 阿们 主啊 求你来教导我们 如何来面对你的审判 主啊 因为你是审判的主 主啊 你是公义的主 主啊 让我们在世的时候 主啊 都能够警醒 也能够来遵循你的话语 是的 主 当我们想到 在我们的家中 还有很多不幸 宠你福音的人 主啊 我们心里着急 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能够 坚定地信靠你 然后传福音给他们 以至于他们不要受到你极大的可怕的审判 主啊 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哦 主啊 连你自己所爱的儿女都要面对你的审判 何况那些不信从的人呢 主啊 再求你自己仍然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 来选择接受你自己的恩典 听我们的祈求 奉主书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